近日,正值美国三藩市东华医院庆祝建院123周年之际,在美华商黄春华博士,以个人基金会的名义,向东华医院捐赠700万美元。 捐赠当天,旧金山市多位民选官员出席建政,并为黄春华颁发荣誉证书。 黄博士于2016年在美国洛杉矶创立私募投资公司百家金融,公司限市值数十亿美元,随后他创立了个人慈善基金会黄春华基金,致力于捐赠投资全球对健康、教育、创新发展有可持续性服务和贡献的企业机构。 谈到这次捐赠,黄春华表示。 当时参与美国西部大铁楼建设的华人移民,当他们生病,当他们受伤的时候,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救治。 实在这种情况下,东华医院创立起来的,一百二十多年来,华人医院始终是为当地的民众, 特别是华人移民提供了这个医疗服务,这么一百多年,这么一个传统, 所以我是非常欣赏这种一个传统的,那像这样的机构,我们华人自己不支持,那我们还能靠取支持呢? 东华医院行政总裁张建青博士说,捐款除支持门诊大楼同心规划外, 这笔慷慨捐款还会帮助医院建立更多有迫切需要的服务。 东华医院董事会主席陈杰明表示,黄博士的捐款可支持医院继续履行宗旨, 不论在困难时期或是未来,持续为社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。 当日捐赠活动由旧金山市前市长布朗主持,包括支标移交和颁奖仪式, 出席嘉宾有黄春华博士及其团队,东华医院董事及高层领导团队, 中国驻美领事馆副总领事周茂毅,旧金山市府律师邱幸福, 及市议员陈诗敏,安世辉,佩思金,丁又丽, 加州众议员,威善高代表等嘉宾出席。 希望有更多像黄春华博士那样的善长人工, 继续关爱及支持东华医院,为我们更美好的社区共同努力。